今天我们介绍三款 欧米加海马系列 Aquaterra世界时泰金属款 金刚绿陶瓷款和Summer Blue 终于拿到实物了 我们说爆款腕表的设计秘诀是整体式设计 这里的表耳中段就相当于整体式设计的标志 意味着表壳到表链的一体式视觉效果 除了线条比例之外 这三款表还多了一些看点 构成颜值的创新工艺 比如CLM上色、二极泰表壳、陶瓷表圈 跟链带一起共同诠释独特的色彩美学 腕表流行力填输接地气 我们说腕表讲究的是传统的符号和技术文化的象征 这三款表大有来头 先说它的造型 这个造型细节很有讲究的 风帆风线至近航海大发现 世界式功能的背后是旅行、发现和进步 咱们先说说世界时的讲究吧 这款表的视觉时区名称与业界常用的模板不一样 比如UTCE时区是比尔 原来是日内瓦 因为比尔是欧米加的总部所在地 比尔作为瑞士万表的重要产区 它的地位堪比日内瓦 但是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日内瓦 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集中了 法语区和德语区的两大制表优势 咱们中国实际上跨越了五个时区 但在世界时上只有一个时区 采用北京时间作为标准时间 欧米加在中国有30家指引电 5家在北京 所以这款世界时万表的UTC8时区是北京 问个问题啊 这表盘上唯一的一处不是激光上色的时区名 你能指出是哪个吗 提示一下啊 转印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GMTUTC和世界时万表 17世纪 英国人写出了一个方程式 把真太阳时间换算成平均太阳时间 就是我们钟表上的时间啊 格林威治成了当时天文学家的标准 18世纪 航海家把格林威治时间默认为零精度时间 19世纪 各地都用当地时间没有统一的标准 所以火车无法准点 后来格林威治被设为世界本初子午线 全球被划分为24个时区 格林威治在伦敦 所以这款表把伦敦标红 致敬GMT 致敬世界时区的划分 在1972年以前啊 GMT是国际民用时间标准 专业上叫UTC 在钟表上仍分GMT和世界时 在万表督发的专业测评里 世界时功能优于GMT 其实早在1927年 欧米加就做过一块可以导航的怀表 1969年欧米加Flightmaster万表是第一款为洲际飞行员和旅行者开发的 2017年欧米加真正的世界时万表诞生了 在海马Aquaterra的基础上 欧米加在复杂设计与海洋精神之间实现了一个完美平衡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三款Aquaterra世界时万表有什么特色呢 它体现了对精准的双重定义 一 走势精准 天文台 Metas认证 你知道Metas认证有多麻烦吗 二 地形精准 它的激光石刻的地球表面啊 还有一个探讨的是CLM与法郎的关系 海马系列Aquaterra世界时钛金属万表 在制表工艺方面 在不改变传统造型的前提下 提升颜值等维度开创了万表设计的新赛道 这是在钟表页中唯一一款包含了世界各大洲精确地形的世界地图 凸起的浮雕也延伸到了表盘的其他部分 坚固性和高科技材料与海马系列万表的传承与探索相辅相成 关于材质的创新 我觉得有以下四点啊 此陶瓷非比陶瓷 二级钛和五级钛 独特性 蒙扇18K金 是什么意思 再有就是有机玻璃 黑色Light 与蓝宝石 怎么选 先说陶瓷啊 陶瓷是一种比法郎更传统的材质 传统的陶瓷是以石英矿物为基础的 主要是用来做艺术品 礼器 建材 传统陶瓷坚硬 但是容易碎 高科技陶瓷不一样 这款钛金属款的表圈的黑色陶瓷 是二氧化钢陶瓷 金刚款的表圈呢 是绿色的陶瓷 加工工艺复杂 比刚硬 比刚轻 而且抗刮擦 有一种大胆前卫 充满运动风格的大格局 而且还是复合弹幕 也就是拉丝和抛光组合啊 氧化钢陶瓷比刚硬六倍 你用角度能想象 打磨有多累 这些表的内表盘啊 是五级态材质的 用最前沿的技术 实现了表盘上的地球的地形精准 先是3D深雕 用飞秒激光雕出纹理 内表盘是拱形设计 模拟地球的弧度 然后用CLM激光彩色标记印着色 这个生产环节 不是飞秒激光 而是纳秒激光 欧米加可不是素线的 通过激光照射形成多层氧化膜 最终色彩是上层的光 干涉效应和底层固有的颜色产生的叠加效果 颜色是通过调节曝光温度来控制的 比如如果想要蓝色就是大约1870度的温度 如果想要增加黄色调 就要降到1670度左右 激光照射以法郎的关系 法郎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工艺 主要是手工和成品率的问题 威慧法郎更强调大师的工艺 但是欧米加这个CLM工艺 不论是从精确性和耐久性 哪怕是复杂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威慧法郎 而一致性就不用说了 不管是山国还是岛国 您总不能因为画不出来 让人家在地球上消失吧 威慧法郎 即使是大师想画成一样的 法郎那种物料也不一定支持 而CLM工艺可以保证 每个人手上的世界是万表的 地球地形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会犯政治错误的 尤其是这年约 精准可靠 关键时刻还得靠科技 这就是为什么 比尔所在的博尔尼产区 在某些方面超过日内瓦产区 造几千块表与造几十万块表 实力不是一个量级 这也是为什么 某日内瓦品牌的机芯厂 也设在鼻尔 为了把世界地图与外表盘连接起来 欧米加用了黑萨莱特 有机玻璃刻度环 这与超霸专业月球表的表情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用蓝宝石 黑萨莱特有机玻璃是热塑型材料 比蓝宝石更抗冲击 而且欧米加在表面还做了防刮擦处理 这款表的指针和刻度都是 蒙扇18K斤的 一说到蒙扇 我老是想到北美的某种饮料 玩哈雷容易学坏 尤其是跟着老外 蒙扇金是一种欧米加研发的 独特的18K斤 独特的色泽灵感 源自深邃夜空的月光 这款钛金属款 表壳是二极钛制成的 表罐表背中突表耳和折叠式表扣都是 二极钛金属比五极钛金属 颜色更深 而且只能进行哑光处理 这种特色让它与黑色表圈和橡胶表袋完美搭配 另外二极钛是99%的钛 确确的说是98.925 可以说是目前量产万表最纯的金属 另外一种金属是什么 950搏接比钢重 而二极钛几乎比钢轻一倍 钛算不算贵金属呢 论储量并不稀有 但是由于钛与其他地表材料的分离过程存在困难 因此仍然是一种昂贵的金属 钛的其他优点就不用说了吧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生化惰性 也就是什么呢 低质米性啊 生物相容性啊 这东西可以植入身体的 那些过敏的人有福了 下面咱们上手一下 直径43毫米 厚度14.12毫米 纵向表尔间距50毫米 防水达到150米 金刚款呢 更适合经典风格的环球旅行者 这个金刚款 其中一款呢 搭配金刚表链 五叠表扣 钢表的链带呢也是符合打磨的 另一枚呢 是配的是灰色缝线的绿色橡胶表带 折叠表扣 绿色和三毛布鲁蓝色的PVD表盘 太阳射线打磨效果 太金属款各方面性能优越 又由于其材质和工艺的独特性 更适合收藏 当然真带着玩水也没有问题啊 金刚款适合商务症状场合 通勤和休闲运动场合 最近咱们粉丝里啊 手腕细的人提问比较多 对于这个手腕细的人呢 欧米加这批表呢 提供的选项是什么呢 手腕细您可以选小号的表带 那么手腕正常或者粗的呢 有大号的橡胶表带 不同尺寸的橡胶表带能差20毫米 手腕粗的当然也有得选咯 橡胶带是抗菌配方 表带的纹理灵感 是环游世界的船质上使用的缆绳 缝合线是灰色的 就跟缝在船帆上的线一样 这种灰线与五级态表盘 二级态表壳色泽协调 有人至于说 这款世界时的机芯 跟前款没有什么区别 机芯没毛病干嘛要换呢 8938同轴制真天文台机芯 2019年推出 是欧米加卓越的 同轴制真天文台机芯之一 欧米加的机械表新款里 想找不是制真天文台认证的 还真有一定难度 动力储备60小时 可抵抗15000高速的强次场 需要注意的是 8900和9900系列机芯 有跳石指针结构的实习功能 可以在不停秒的情况下 设置本地事件 在旅行中还想要保持万表的精准性 这是个优势 调速系统由非磁性部件组成 说到精准啊 咱们看看欧米加是如何把麻烦留给自己 把精准留给你的 机芯组装后机芯先送到瑞士官方天文台 也就是COSC测试啊 在15天内完成 ISO3159的走时标准测试 天文台认证啊 居然还包含ISO标准 然后再进行精调 从天文台标准的-4到正6 提升到0到正5秒 最后再送至METAS 也就是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 做10天的更严苛的认证测试 说实话啊 再专业的万表 咱解读起来也不难 难的是给这三款表找个对手 尤其是这款太金属的 欧米加海马阿华太朗世界石这三款外表 用创新的材质和技术 诠释独特的色彩美学 还体现了对精准的双重定义 而世界石功能的背后 则是旅行发现和进步 把万表的核心价值观 也就是传统的符号和技术文化的象征 拓展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欧米加海马系列 阿华太朗世界石万表 这三款表就先说到这儿啊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 或者是用字幕打出来 谢谢你们